浩時近七年 赤字三年走一的屏東縣民公園正式啟用了 行公園不只融入了全新的沙蛇溪水岸 藍帶也把荒廢的台塘咒指漲場再活化再生 好讓公園更具有咒喻跟人文意義 前往在地最亮眼的地景美景 美麗的燈光照亮屏東沙蛇溪水岸兩側風光 浩時將近七年打造的屏東縣民公園 在屏東縣長潘夢安的見證下正式啟用 一 請開禮物 占地二十公頃的屏東縣民公園 原本是荒廢的都市叢林 縣政府以綠綿化方式活化閒置土地 過程中還發現台塘舊紫漿場 以工業遺址為核心 打造不一樣的公園地景 有這麼多的一些工業遺址是埋在地底下 我們決定不會輸的 不會困難的向歷史的挑戰 保留這樣的遺址爬出這樣的記憶 廣達二十公頃的水岸公園 結合歷史人文以及生態等多面向 以環抱城市中的每個人 打造全新的水岸生活園區 記者送回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